再来关注的是郭台铭他邀请资深艺人赖佩霞来做副手搭档 随即也爆出了双重国籍跟学历的争议 就在今天晚上赖佩霞他是发出了四点声明回应质疑 接下来又再开直播跟大家互动 他透露说他宣布参选之后只需了两三个小时 而且还瘦了三公斤 在未来在不同的领域上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 而同一时间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在屏东的潮州逛夜市 联访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说相信赖佩霞他可以在法令规定的期限前 成功放弃美国籍一同参选到底 秉持初衷 那如果你们发现我有点歪了 你们就要赶快把我再叫回来 宣布打党郭台铭一同角逐2024总统大选的赖佩霞 周五晚间网络直播出自分享参选后的心路历程 这几天瘦了三公斤 那我晚上大概就睡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今年说勇敢去爱啊 我今年给自己的题目就是勇敢去爱 还有什么比这个能够更bold的 直播期间聊了很多关于生活话题 不过确实国籍学经历等争议完全没有回应 仅表示今年是勇敢去爱的一年 话没有讲得明 不过赖佩霞似乎得投入政界这件事并不后悔 宣布搭档郭董后赖佩霞更磁演舞台剧《蘑菇》 但因为他是核心角色暂时找不到代替人选 舞台剧只能先喊咖 编剧在15号晚间发文表示 赖佩霞女士向来提倡非暴力沟通 如今非暴力此眼 毕竟北义球剧场的椅子肯定没有比总统府好坐 同一时间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选屋行程到屏东潮州 也针对赖佩霞卷入了争议回应 赖佩霞从戏中的公正党主席登入真实的政坛舞台 恐怕他也没想到跨出这一步 一切的一切都会受到放大检视 记者商人杨达达台北采访报道